怀孕对于女性来说,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,由于孕期身体激素的变化,以及胎儿的发育,女性的身体会感到各种的不适,稍不注意,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。 但是在经过了十月怀胎之后,不要以为身体能够踪一口气,做月子也是决定女性未来身体健康的重要时期,妈妈不要将酒,否则会影响身体的恢复,月子可就白熬了。 那么,产妈在做月子做足42天,很多人都以为做月子是30天,但是产妇在生完孩子后,身体消耗是非常大的,生殖系统,关节韧带的各个方面,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恢复,传统上30天的做月子时间。 宝妈身体是得不到完全复原的,只有做足6周,也就是42天,宝妈的身体才会完全恢复,所以做月子时,宝妈一定要坚持做足42天,这样才更有利于自己的身体恢复,适当的下床活动。 有的人认为,做月子是不应该下床的,尽量多休息,因此,有的产妈在做月子期间,今天躺在床上,其实,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,因为产妈是亮的肿动,能够帮助子宫的恢复,同时还可以增加体质,促进消化,以防止出现长年年的现象,还能够有效地排除恶路。 值得注意的是,顺差的妈妈,在产后的6个小时以后,就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活动以下了,并且,24小时以后,就可以下床随意地在室内活动。 让活动时最好穿一双保暖柔软的鞋子,不要过早喝浓汤,产后进入部属期,很多新妈咪担心自己奶水不足,于是刚生完孩子没多久,就开始喝各种大补的浓汤。 帮助补充营养,促进组织分明和自己的产后恢复,事实上,产后过早喝浓汤,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。 一方面,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宝宝,喝奶量并不大,过量的奶水会引起肠奶现象,另一方面产后活动量少,喝太多浓汤,会给妈咪增添很多脂肪。 月子期也可以写香香,月子期间防止受粮食对的,分娩后的一周内是新妈妈排恶路最多的时候,就像来律驾一样,产后也非常容易出汗,身体比平时要更糟一点。 如果不及时的停息,很容易引起细菌的感染,其实采用淋浴的方式是可以的。 新妈妈要控制好淋浴的时间,十分钟就可以,不要长时间待在水里。 不要过早碰冷水和做家务,刚生完孩子的一周内,新妈咪们身体虚弱,行动不便,所以都会比较谨慎小心。 不碰冷水,不做家务,而先等着身体恢复,但是几周后,当新妈咪们行动自如了,就会卸掉很多谨慎的防备。 一不小心碰一次凉水,打扫一下屋子,归正以下屋子里的板件,其实,做早碰冷水和做家务,都会加速产后新妈咪的衰老,十分补充体内的水分。 产后妈咪很多容易来水不足,很多时候是因为妈咪没有喝够水,今生而需要的乳这里面有88%成分是水,所以喝水也有助于妈咪产乳。 千万不要不喝水,每天最少都要喝八杯水,或者多喝牛奶、汤水,都是有助于产奶的。 坚持母乳喂养 产后的第一件大事,便是给宝宝母乳喂养。 虽然母乳喂养可能会非常痛苦,有些开来不顺利的宝妈,甚至还会乳头去裂、初醒,但是坚持母乳喂养是非常有盈利的。 不仅是增加宝宝身体素质的绝佳天然食物,更是妈咪产后瘦身的妙帮。 因为制造乳肌需要增加身体消耗的热量,这不正是妈咪产后减肥的最佳机会吗? 减少接受亲朋好友的来宝,坐月期间,家里见类新妈妈需要充足的休息,过多的接待客人。 使新妈妈很劳累,与客人讲分辨经历,接受祝福,听别人夸家宝宝,都会使新妈妈很兴奋,造成睡眠障碍。 人来人往,也容易带来病菌,特别在流性疾病爆发的时候,这会对新妈妈和先生宝宝的健康构成很大的威胁。 如果是催促不掉的在访,也要限定人数,一次最后只接待一个两位,客人来访的时候应该一进门就脱出外套。 宝宝宝之前,一定要洗手,不要随便请宝宝,腹部松弛,早注意,在运气无聊的时候,就看到好多座椅子的禁忌中,都说到产后要及时束缚,由于女性生完宝宝后,腹部太过松弛,小肚子就会跑出来,腹部胸肉增多。 不仅影响美观,而且还可能因为脂肪堆积引起妇女病,一旦愿妇产下饱,到身体各个器官越会下移,也就出现了平常所见产妇有度难。 妇女病,肠胃不适,胃老腺衰等相关症状,所以这时必须束缚,可以收缩腹部,防止内脏下垂。 预防妇女病,我当时没多想,只是担心,不用脏皮容易下垂。 后来产课上班的阿姨介绍过去够了一套,舒服的,吃了是挺好的,为难很方便,看起来很小可是穿上舒服极了,不觉得勒,于是我就每天坚持穿了,生完八天就用了,没想到初月子要不卸条就出来了,减重13斤,后来继续坚持用了两个月,竟然恢复孕前了。 太高兴了,调整好心情,适应家里多了一个宝宝的生活节奏,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使之平和,生气疆率容易造成内分泌混乱。 更不利于身体的恢复,和家人保持良好的沟通,就显得更加重要。 产后妈妈的身心压力增大,需要家人更多的关心,慢慢恢复身体的各项机能不可过于急躁,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。 做好产后一月预防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